仙妮 作者 耳根 第一章 梨香 铁柱坐在村内的小路边 望着蔚蓝的天空 神情发呆 铁柱不是他的本名 而是从小因为身体瘦弱 父亲怕养不活 于是 按照习俗称呼的小名 他的本名叫做王林 王姓在四周 几个村落内 算是大姓 祖上木匠出身 尤其是在县城 王氏家族 也算颇有名气 拥有数个专门卖木制品的店铺 铁柱的父亲 是家族内输出的次子 不能接管家族药物 而是在成婚后离开县城 在此地村庄定居 由于有一手精湛的木匠活 铁柱家境也算小康 吃穿不愁 就算是在村子里 也多受人尊敬 铁柱从小就极为聪明 喜欢读书 想法很多 几乎是村子内公认的神童 父亲每次听到别人夸奖 脸上的皱纹都会绽开 露出开怀的微笑 母亲更是对他关心有加 可以说 从小到大 铁柱都是生活在父母的慈爱之中 他知道 父母对他期望很高 别人家的孩子 在他这个年纪 都已经下地干农活了 可他却在家读书 书读得多了 想法自然也就随之而来 对于山村外的世界 他充满向往 抬头望了望小路的尽头 铁柱叹息一声 合上手中书本 起身向家中走去 父亲坐在院子里 手中拿着烟袋 深深地吸了一口后 对推门进来的铁柱说道 铁柱 书读得怎么样了 铁柱应付了几句 父亲磕了磕烟袋 起身说道 铁柱啊 你要好好读书 明年就是县里大考了 你以后有没有出息 可就全看这次了 可别跟我一样 这辈子就待在村子里 哎 行了 你天天叨叨 要我说 我们家铁柱一定能烤上 铁柱的母亲 端着饭菜 放在院内桌子上 招呼他们父子二人过来吃饭 铁柱呕了一声 坐下后 胡乱地拔了几口 母亲慈爱地望着儿子 把不多的几块肉 给他夹过去 爹 四叔快来了吧 铁柱抬头说道 算算时间 差不多就是这几天了 你四叔比爹有出息 哎 孩儿他娘 给老四准备的山菜都包好了吧 父亲一提起老四 脸上露出唏嘘之色 母亲点头 感慨道 铁柱啊 你四叔是个好人 这几年幸亏他帮助 你爹做的木雕 才能卖出价钱 你以后要是有出息了 别忘记 报答你四叔 正说着 忽然门外传来马声 接着马车咕噜压地的 哗哗声随之而来 一个爽朗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二哥 开门了 铁柱惊喜 立刻跑过去 把院子大门推开 只见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 目光炯炯地站在门外 他看到铁柱后 哈哈一笑 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铁柱 这才半年没看到 个子又长高了 铁柱父母连忙站起 他父亲笑道 老四 我约莫时间 你也快来了 快进来 铁柱 还不去 给你四叔拿凳子去 铁柱高兴地应了一声 急忙跑回屋子 拿出一个板凳 放在饭桌旁 用袖子认真地擦了擦 蹊跡地望着中年汉子 中年汉子 冲他眨了眨眼睛 打去道 铁柱 这次怎么这么轻快啊 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 你可没这样 铁柱父亲瞪了铁柱一眼 笑骂道 这小兔崽子 刚才就在叨叨 你是不是快来了 中年汉子看到铁柱小脸微红 笑道 铁柱 你四叔可没忘记答应你的东西 说完 从怀来拿出两本现状书 放在桌子上 铁柱兴奋地欢呼一声 拿起书翻看一下 喜不自禁 铁柱他娘慈祥地望了眼自己儿子 对中年汉子说道 老四 你哥平时总念叨你 这次多住几天吧 中年汉子摇头道 二嫂 家族这段日子事情多 我明儿一早就要赶回去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再来看你们 说完 他歉意地看了看自己二哥 铁柱父亲叹息 说道 老四别听你嫂子的 明儿把货物装好 家族的事儿最重要 咱们以后再聚也一样 中年汉子望着铁柱父亲 说道 二哥 铁柱今年十五岁了吧 铁柱父亲点头 感慨道 过了年 这小兔崽子就十六了 哎 一晃十多年过去 真快 说着 他掩露溺爱之色 望着自己的儿子 中年汉子沉吟少许 面色一素 说道 二哥 二嫂 和你们说件事 横月派今年收取弟子 家族有三个推荐名额 分到我这里有一个 铁柱父亲一正 失色道 横月派 可是那个全都是仙人的横月派 中年汉子一笑 点头说道 二哥 就是那个仙人们派 咱们家族在附近也算旺族 有推荐资格 我家小子你也知道 读书不行 五刀弄剑倒是擅长 我琢磨着 仙人不大会收我家小子 这名额珍贵 我看铁柱从小就聪明 喜好读书 说不定能行 铁柱母亲喜急 急忙说道 宝四 这 这 中年汉子摸了摸铁柱脑袋 说道 二哥 二嫂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让铁柱去试试 要是真被收取了 那就是他的福分 铁柱迷惑地望着父母与四叔 他有些听不懂 他们说些什么 仙人 什么叫做仙人 铁柱犹豫了一下 轻声询问 中年汉子面色严肃 望着铁柱 说道 铁柱啊 仙人就是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 他们每一个人都神通广大 不是我们凡人可以琢磨的 铁柱懵懂间 对仙人有了一丝好奇 铁柱父亲激动起身 拉着铁柱他娘 对中年汉子就要鞠躬 中年汉子连忙把他们扶起 诚恳地说道 二哥 你这是做什么 我娘死得早 要不是二娘小时候照顾我 我也不可能 有今天 铁柱是我侄儿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铁柱父亲感慨流泪 重重地拍了拍中年汉子 点了点头 随后急言立色地对铁柱说道 亡灵你记住 以后无论如何 都不要忘记你 四叔对咱们家的恩惠 否则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铁柱内心一颤 他虽然对仙人还是懵懂 但却从父母的表情中看出 他们对此事极为重视 于是跪在四叔面前 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中年汉子拉起铁柱 赞赏地说道 好孩子 你这几天收拾一下 我月底来接你 旁晚 铁柱早早地睡下 耳边还能听到院子里 父亲与四叔的声音 父亲今天很高兴 很少喝酒的他 说什么 也要和四叔喝上几杯 仙人 到底是什么 铁柱内心很兴奋 他幼小的心灵隐约知道 这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去外面世界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 四叔离开了 铁柱的父母拉着他一直送到村口 在回来的路上 铁柱清晰地看到 父亲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很多 看向他的眼神 也充满了期望 这种期望的眼神 要比之前让他去县里大考时 浓重很多 小山村内根本没有秘密可言 就是一只狗生了几个崽子 也能在瞬间传遍全村 很快全村的人都从铁柱母亲嘴里 知道了这个消息 纷纷来访 每个人的眼神 看向铁柱时都不同 有羡慕 有嫉妒 王家生了个好娃 人家被横月派收为弟子了 铁柱这孩子 我从小看他长大 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这次又成为横月派弟子 以后定有大出息 铁柱有本事 以后出息了 可别忘记咱们村 多回来看看 诸如此类的话 纷纷涌入铁柱耳中 渐渐地说成了 他已经成为横月派弟子一般 父母每次听到 都笑得合不上嘴 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少了很多 每当铁柱独自走在村内 所有看到他的村民 都热情地拉着他问来问去 更有甚者甚至当着自己孩子面 把铁柱当成榜样 殉导一番 半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 铁柱成为横月派弟子的消息迅速传开 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 都陆续地前来道贺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看一看铁柱 每个人来时都会准备礼物 铁柱父母推脱不掉 也就收下了 不过在这些人离开时 他们都会为其准备一份重重的回礼 按照铁柱父亲的话说 咱家的娃儿 以后那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不能让他欠下这么多人情债 所有来访的村民 咱都给他回礼 此时 王氏家族的族人 也渐渐知道 老四把自己娃儿的名额 让给铁柱的事情 纷纷陆续前来道喜 对于自己家族的族人 铁柱父亲极为重视 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之前瞧不起他的 更有多年前把他逼出家族的 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前来他家 让他感觉一下子多年的憋屈 一扫而空 他和铁柱他娘商量一下 准备好好招待一番 于是花了大价钱 请村里的焦书先生写下请帖 送往族内 焦书先生说什么也不收钱 只是要求铁柱必须要承认 他从小就在自己这里念书 对此铁柱没啥说的 这本就是事实吗 请帖送到后 王世家族族内 大部分亲戚都来庆祝 由于来人太多 铁柱他爹把招待地点 选在了村子中心的广场 摆下数百桌宴席 村子的居民自行帮着招待 相互交谈之时 无不对铁柱赞叹有加 夸奖不已 至于铁柱他爹 则是带着老婆孩子 亲自在村口迎接 为铁柱一一介绍亲戚身份 这是你三祖父 当初爹离开家族 你三祖父暗中帮衬了不手 铁柱 你以后要记得报答 铁柱父亲 搀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对王林说道 铁柱连忙乖巧地应诺 老人望着铁柱 感慨道 老二 时间真快 你家娃娃都这么大了 你这娃很好 比你有出息 铁柱父亲满面红光 笑道 三祖父 铁柱这孩子从小就聪明 指定是比我强啊 宁老慢点走 孩儿他娘 扶着三祖父过去 铁柱母亲连忙上前 搀扶老人走向宴席 看到老人走了后 铁柱他爹哼了一声 对铁柱说道 这老家伙 当初看不上你爹 非要把我逼走 现在铁柱你出息了 又来道歇 这亲戚啊 就是这样 铁柱懵懂地点了点头 问道 爹 四叔今天来吗 铁柱父亲摇头道 你四叔传来信 他在外地回不来 等月底 接你十才能赶回 这时 又由马车奔行而来 在村口停下后 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他望了望铁柱父亲 轻叹一声 说道 老二 恭喜 铁柱父亲面色复杂 许久后说道 大哥 老者目光一扫 望着铁柱 微笑道 老二 这就是你家小子吧 不错 这次说不定 真能被选上 铁柱父亲眉头一皱 随后书展开 说道 铁柱这孩子没啥优点 就是打小聪明 愿意读书 这次指定是会被选上 那可不一定 仙人们派收取弟子 要求非常严格 讲究有没有先缘 我看这小子傻头傻脑的 去了也是白大 一个傲慢不驯的声音 悠悠传来 从马车上走下一个十六七的少年 少年相貌俊美 见眉心目 面如观玉 眼中露出轻蔑之色 铁柱父亲怒目而视 王林则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说话 老者面色一素 喝道 王卓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这是你二叔 这是你弟弟王林 还不见理 说完 他又对铁柱父亲说道 犬子说话难听 老二你别介意 不过 说到这里 他话锋一转 又道 不过老二 这仙人收徒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讲究缘分 这次是横月派道须上先看中了犬子 这才对我王世家族感兴趣 给了包括犬子在内的三个名额 铁柱父亲哼了一声 说道 你家娃既然能行 我家娃 一定也会被选中 少年耻笑 根本就不在乎老者的呵斥 蔑氏道 你就是二叔吧 我劝你还是别往好了想 这修仙体制 不说万中无一也差不多 这傻小子 不可能和本少爷比 本少是被先师内定的弟子 他能比吗 老者脸上得意之色一闪而过 又训斥了几句 对铁柱父亲一抱拳 带着少年走向宴席 铁柱不要有压力 要是真没被选上也不算啥 明年去县里大考也是一样 铁柱父亲憋了半天气 许久后才缓输出来 语重心长地说道 王林目光坚定 低声道 爹 你放心 我一定能被选中 铁柱他爹 温和地拍了拍儿子肩膀 眼神中露出期望的目光 又陆续迎接了不少亲戚 铁柱父亲最后带着他回到宴席 此时高朋满座 场面热闹非凡 众人相互庆祝 熙熙攘攘 族内的亲戚们 父老乡亲们 我王天水没啥文化 不会说什么词 但是我今天高兴 我家娃这次有机会被横跃派选中弟子 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我多了也不说了 感谢各位来我这儿道谢 谢谢了 铁柱父亲大声说完 端起酒杯一干二净 老二 你家娃娃从小就聪明伶俐 一定能被选中 和王卓那孩子一样 成为仙人 二哥 你有铁柱这孩子 这辈子算不白活了 以后等着享福就行了 铁柱 给你爹争口气 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进入横跃派 场面一时间大为锦繁 庆祝生四起 不过暗地里 也有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比如王卓的父亲 就是如此 他表面上恭喜 内心却从来都瞧不起这个二弟 对他的孩子就更是如此 他望了望自己家的小子 又看了看铁柱 内心颇不以为然 心到老四这次把名额让出 虽然出乎自己预料 但只要那些仙人不是瞎子 就不可能选中铁柱 人生百态 此间众人一一可见 铁柱父亲拉着铁柱 挨个桌子敬酒 为他介绍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亲戚 这一天 铁柱的父亲喝了很多酒 他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一直到很晚 亲戚陆续离开 临走时 少年王卓依然还是那副瞧不起的表情 趁人不注意在铁柱耳边轻声道 傻小子 你不会被选中的 你没有那块料 说完 他轻蔑的一笑 随着他父亲离开了 回到家中 铁柱躺在床上 内心暗自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被选中 半个月匆匆而过 这一天 铁柱四叔赶着马车来了 铁柱父母 连忙把他迎入房内 中年汉子洗了八脸 匆匆说道 二哥 二嫂 这次不能待时间长 我接上铁柱马上离开 明天一早 横月派就要来接人了 铁柱父亲一正 脸上露出一丝不舍之意 果断地说道 行 铁柱 跟着你四叔走吧 你 你若是被选中 就踏踏实实地在横月派 若是 若是没被选中 不要有任何负担 回到家里来 铁柱不舍地望着父母 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母亲从房间拿出个包裹 爱怜地说道 铁柱 出去要听四叔话 不要惹事 外面不比家里 遇事多忍让 娘给你准备了几件新衣服 还有你最爱吃的烤干薯 娘会想你的 要是没被选中 就回来 铁柱他娘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了下来 铁柱从小到大 都没有出过村子 这次 是他第一次离开 四叔在一旁感慨 说道 铁柱 给你爹娘争口气 一定要被选中 二哥 二嫂 家族几天后 会有大型欢庆席 今天着急 我明儿来接你们一起过去 家族的三个 被推荐上去的娃娃 那时就有结果了 说完 他拉着铁柱匆匆上了马车 抽了马匹一鞭子 扬长而去 铁柱的爹娘 一直望着飞快消失的马车 泪流不止 他爹 铁柱从来没离开过咱们身边 这次他出去 会不会受欺负 铁柱他娘咬着下唇 眼中露出不舍 娃娃长大了 自有他们的福气 铁柱父亲拿起烟袋 深深地吸了一口 脸上的皱纹 一下子又多了不少 本章完 仙秘 作者 耳根 第二章 仙人 马车飞快地在小路上驰骋 王林的身子随着地面的坑洼起伏晃动 他抱着怀里的包裹 内心跌宕 带着父母对他的期望 离开了居住十五年的山村 此地距离县城有不短的路程 王林渐渐睡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被人轻轻推动 睁开眼睛一看 似书面带微笑地望着他 打趣道 铁柱 第一次离开家门 有什么感想啊 王林察觉到 马车已经停下 憨笑道 没啥感想 就是有些害怕 不知道能不能被仙人收入 四叔哈哈一笑 拍了拍铁柱肩膀 说道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到地方了 这是四叔家 你先去休息 等早上我带去你家族 下了马车后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是一片瓦房 跟着四叔来到一处房间 王林坐在床上 却怎么也没有睡意 他脑中闪过一幕幕爹娘 相亲 亲戚的言语 内心轻叹 对于被仙人收入弟子的念头 更重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大一会 天色微亮 日头渐渐升起 王林尽管一夜 没怎么休息 但精神却很充沛 带着一丝忐忑 他随着四叔 来到了王氏家族的大宅子 这是王林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房子 眼花缭乱 四叔边走边探道 铁柱 这次一定要给你爹争口气 可别叫亲戚们笑话 王林内心更加紧张 紧咬下唇 点了点头 不大一会儿 四叔把他领到宅子正中的大院子里 铁柱他爹的大哥 那个老者站在院中 看到铁柱后略点头 说道 铁柱 一会儿仙人来了 可别大惊小怪 一切事情就跟着你哥哥王卓学 他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知道吗 最后几个字 老者语气严厉 王林沉默不语 四下一看 发现除了王卓之外 还有一个少年 少年皮肤略黑 虎头虎脑 眼中更是透出一丝机灵 他衣内鼓鼓 好似揣了什么东西 他看到铁柱望向自己 冲他做了个鬼脸 跑过来问道 你就是二叔家的铁柱哥吧 我叫王浩 王林轻笑 点了点头 老者看到铁柱居然不理会自己 心底微闹 正要呵斥 就在这时 忽然天上云彩飘扬 一道见光闪电般破空而来 见光消散后 地面上站立一百一青年 青年目光炯炯有神 散发出飘逸不凡的气质 他神态冰冷 目光在铁柱等三少年身上一扫 尤其是在机灵少年身上 鼓鼓之物处看了眼 冷声道 王家的三个名额 就是他们 这就是仙人 对方一眼之下 王林只感觉身体一凉 心脏止不住地狂跳 小脸面无血色 呆呆地望着对方 再看那个一脸机灵之色的少年 也是双手放在裤边 毕恭毕敬 眼中露出狂热之色 唯有王卓 漫不经心地看了对方一眼 鼻子里轻哼一声 王卓的父亲连忙上前 满脸恭敬之色 寒蝉若惊道 尚先 这三人正是王家推荐的族人 青年点头 不耐烦地说道 谁是王卓 老者面上一喜 连忙拉着王卓说道 尚先 这就是犬子王卓 青年深深地看了王卓一眼 面色微缓 点头道 王师弟果然一表人才 难怪能被道须师叔看中 王卓得意地看了看铁柱与另外那个机灵少年 自傲地说道 那是自然 本少的修仙灵根 道须仙人可是夸奖不已 青年眉头一皱 但很快就书展开 似笑非笑地望了王卓一眼 袖子一卷 带着三个少年 腾云驾舞化作长红 瞬间消失在原地 四叔抬头望着天空 喃喃自语道 铁柱 一定要被选中啊 王林感觉身子一轻 剧烈的刚风吹得脸上生痛 仔细一看 立刻震惊地发现自己 居然被夹在青年的夜下 正在空中飞快前行 地面的村庄变成一个个巴掌大的黑点 飞快地向后移动 就这么一小话 他的眼睛就已经被风吹得通红 眼泪哗哗流下 你们三个不想眼睛瞎掉 就闭眼 青年冰冷的声音传来 王林内心一颤 连忙闭上双眼 不敢再看 内心对于修仙 更加地向往了 时间不长 王林能感觉到青年略有气喘 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 接着眼前一花 青年迅速落下 在落地的一刻 青年松开手臂 三个少年衰落在地 好在衰落的力道不重 三人连忙爬起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是一处宛如世外桃源般的仙境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正前方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千言静秀 云雾缭绕 看不清细貌 时而传来一两声寿鸣 一条扭曲的石阶小径 自山峰弯延下 宛若画中景色 山明水秀 一种格式之感 悠然而生 远远向上看去 山峰顶端有座大殿 虽说被云雾遮掩 但阵阵七彩光芒闪烁 让人一看 不由升起膜拜之意 大殿旁 一座横生而出的长条石桥 仿若弯月般 延伸至虚空云雾之中 与另一座山峰相连 如此洞天伏地 自然就是横月派的山门所在 横月派是赵国为数不多的修真门派之一 五百年前曾一度统领整个赵国修真界 拥有数位原音七老怪 风光无限 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 中间历经数场变故 时至今日 昔日的苍天大派 已经萎缩到 只能勉强在修真界站稳脚跟的地步 不过尽管如此 横月派对于四周万里之内的凡人来说 依然还是渴望而不可及 张师弟 这三个可是王家推荐的少年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 带着一丝先锋倒鼓之气 从山峰下飘然而至 青年脸上露出恭敬之色 说道 三师兄 这三人正是王家推荐 中年人目光一扫 在王卓的身上重点看了几眼 韩笑道 掌门知道 你修炼到了关键处 让我来进行这次测试 你去修炼吧 青年应诺 身体一动 顺着山峰小径 眨眼间就消失无影 王林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心潮澎湃 忽敢有人拉 自己衣服 扭头一看 正是那一脸机灵之色少年 少年眼中狂热之色更浓 低声道 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他奶奶的 我王浩说什么 也在被选中 说完 他摸了摸自己衣内鼓鼓之物 本章完 仙秘 作者 尔根 第三章 测试 王卓对于眼前的景象 也是正在当场 许久后才缓过神 内心傲气不知觉地收敛了很多 此时 又有几道长红剑光灵志 每道剑光消散后 都会献出横跃派弟子 在他们的身边 毫无例外跟着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这些人有男有女 在落下的一刻 均都是如王林三人般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景物 脸上表情不一 带众人来此的横跃派弟子 零散地站在不远处 相互交谈打量这些少年 又等了一会 最终所有被推荐到此地的少年都来骑 此时黑衣中年人扫了一眼众人 声音不含任何感情 说道 你们之中 只有极少的几个 会被选中成为我横跃派弟子 众少年寒蝉若惊 王林更是内心忐忑 他数了下 测试的一共四十八人 修仙 守中天资 接下来第一项测试 就是看你们灵根是否充足 现在我点到谁 谁就到我金钱来 中年人面无表情 随意地点了一个少年 少年双腿微颤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中年人手按在少年头顶 淡然到 不合格 到左面站好 少年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神情暗淡 眼带茫然地走到左边 沉默不语 接着 又一个少年被点中 忐忑不安地上前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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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十多个人 均都不合格 中年人的右边 到现在为止 一个人都没有 王卓被点中 他脸上傲气尽收 面色有些苍白 走上前 中年人手放在王卓头上后 忽然面露喜色 语气温和 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卓连忙恭敬道 回禀上仙 小子王卓 中年人点头 笑道 原来你就是道须师叔提到过的王卓 嗯 到右边站好 王卓大喜 在所有人的羡慕目光中 走到右边 眼中傲气又现 轻蔑地望着众人 神情不可一世 妈的 他是走狗屎运了 王浩撇了撇嘴 对王林低声道 王林内心更加紧张 他眼前浮现父母期待的目光 握紧了拳头 不错 你也去右边站好 中年人惊喜的声音传来 在他面前是一个少女 时间过去不长 大部分少年都被测试完 可站在中年人右边的 只有两人 接下来 王浩被点中 王浩一路小跑 站在中年人面前 还没等对方测试 立刻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大声道 上仙仙浮涌响 兽语天奇 小子王浩 您测试这么多人 一定很辛苦 要不您休息一会 我不着急 没事 中年人哑然失笑 测试了这么多人 均都是一脸紧张 唯独眼前这个少年虎头虎脑 最为机灵 居然还拍起了马屁 按在王浩头上 他摇头说道 资质差弦 不 王浩一听说自己资质不行 内心立刻跌至低谷 还没等对方说完 立刻从怀里拿出一个浴盒 双手交上 机灵地说道 上仙 这是家父偶然间在山中得到 尝试多次都打不开 小子特地从家里带来 献给上仙宁 中年人轻笑摇头 正要拒绝 但一扫愈合 忽然瞳孔一阵收缩 抓起仔细一看 顿时面露喜色 说道 不错 居然是一株有三百年的灵芝 看这愈合样子 应是被修真者封印在内 难怪你父亲打不开 他语气一顿 略微沉吟 含笑道 我身边缺个恋丹的小童 我看你比较机灵 可愿意做我小童 王浩立即惊喜起来 跌宕起伏的差异 让他激动不已 大声说道 愿意 上仙 我愿意 中年人含笑点头 说道 做我要同 也不会亏待你 可与其他弟子一样 修炼门内仙术 你站在右边吧 王浩内心兴奋 跑到右边 得意洋洋地瞪了王卓一眼 所有的失败者 均都面露惺惺之色 一个个催头丧气 更有甚者 已经泪流满面 哭泣不已 中年人眉头一皱 喝道 哭泣着 直接送走 站在不远处的 横跃派弟子 立即走出几人 抓起几个啼哭者 漫不经心地踏着剑光 迅速消失 中年人随手一指 点中王林 王林深吸口气 紧张万分地 走到中年人身边 他脑中一片空白 心里默默祈祷 眼前禁不住 回想起父母期望的目光 我一定能被选中 王林坚定地想到 对方手一按 面无表情 吐出三个 让王林如坠冰枯的字 不合格 王林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到 左面队伍中 他只感觉 耳边仿佛春雷般 轰轰作响 回荡起伏间 竟是缭绕那三个字 不大一会 所有人都被测试完 站在右边的 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 在失败者眼中 犹如天之骄子一般 高大无比 王酌更是轻蔑地望着王林 目中讥讽之意 表露无疑 修宪 资质虽然重要 但毅力更为关键 你们这些资质频繁的少年 若是具备毅力 倒也可以成为 记名弟子 这第二项测试 就是毅力 中年人面无表情 顿了一下 又道 顺着此处阶梯上去 达到顶端者 算合格 若第三天仍未完成 就是失败 失败者会被送回你们各自的家族 如果半途坚持不住 或者遇到危险 就大声呼喊放弃 自会有人把你们带走 说完 中年人含笑望着右边的三人 说道 你们随我去见掌门 到时候会安排师父 王浩 你就不要去了 随我去单房 熟悉一下操作 中年人吩咐完 便带着三个天之骄子 踏上山峰 消失匿迹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坚定 毫不犹豫 踏步向石阶走去 进行第二项测试 毅力 除去三个天之骄子 以及六个因哭泣被送走的少年外 还剩下三十九人 这三十九人中有催头丧气者 也有神情坚毅者 更有犹豫害怕者 彼此前后不一 渐渐踏上阶梯 走出各自不同的未来 本章完 仙秘 作者 尔根 第四章 无情 石阶陡峭不平 两旁更是险境连连 稍有不慎 就会失足掉落 走了不到半天 王林就感觉 双腿如贯迁 灰汗如雨 上气不接下气般难以迈步 当初在山脚下看 这条石阶小径不长 可实际走在上面 却发现 这小径好似没有镜头般 让人从心底不由产生绝望的思绪 在他的前面 有十几个身体强壮的少年 野军都气喘吁吁 缓缓上爬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放弃的 王林咬牙坚持 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父母期望的眼神一直徘徊心中 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 一个少年忽然脚下一颤 踩空 身体从一旁迅速落下 惊恐的尖叫顿时撤响 我放弃 救命 所有人都停下脚步 不约而同地向下望去 只见一道乌光闪烁 一个横跃派弟子 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 抓住身处半空的少年 身子轻轻地落在山脚下 王林面色苍白 沉默不语 小心翼翼地继续向上爬去 时间匆匆而过 两天后 他前面的十几个少年 已经看不到身影 王林不知道 这些同伴到底有多少放弃的 他只知道 自己绝对不能放弃 尽管双腿双脚已经摸出血泡 钻心的刺痛 时刻从破碎的血泡中传来 但他仍然坚持 用手攀爬前行 质子心间 奈何大道无情 徒劳 徒劳罢了 一声悠悠的叹息 远远地从山峰顶端飘落而下 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年人 身子轻飘飘地从石阶落下 在一个个少年身边飞快走过 面带感慨之色 在路过王林身边时 中年人略顿一下 眼前此子是他看到的第六个少年 但绝对是最狼狈的一个 全身鲜血淋淋 衣服已经被血液浸透 膝盖 脚趾血肉模糊 完全是用着双手再一点点攀爬 中年人轻叹一声 问道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王林神情已经模糊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死也要爬到山顶 对于中年人的问话 他根本就没听到 在他的眼里 除了这条石阶小径之外 别无他物 中年人注视王林双眼 对他的心念之间颇为动容 守在王林头上一按 随后摇头自语道 毅力绝佳 可惜资质太过普通 无缘 无缘啊 他深深地看了眼王林 继续向石阶下走去 第二天夜晚 王林双手血肉模糊 他爬过的石阶 留下一道深深的血迹 对于这些 王林已经不知道了 他现在全凭一股意念 在催动身体 气息以至迷流之际 在第三天日出的一刻 他模糊间似看到了石阶的尽头 可惜此时 一个无情的声音 如雷鸣般传来 震入星间 时间已到 只有三人合格 其余 失败 王林惨笑一声 身子一歪 倒在石阶上 昏迷不醒 三天前测试天资的黑衣中年人 站在山顶 望着距离此处不到石杖的王林 眼露无情之色 这时 几个横跃派弟子 迅速从山顶向下走去 一路上 把所有还在坚持的少年 带到山上 统一喂石药武 师兄 39个测试者 放弃25人 除了合格的三人外 还有11人 一个横跃派女弟子 冷声回报 她当年 就经历过这样残酷的测试 最终靠着自小练习武术的底子 在毅力上勉强合格 才成为记名弟子 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努力 到现在 仍然未成为真正的弟子 黑衣中年人神态冰冷 略点头 目光一扫 均都昏迷的11个少年 淡淡地开口道 合格的三人 带他们去建杂务处 安排日后的工作 放弃的25人 送回各自家族 至于这坚持到最后的11人 带他们苏醒后 统一送到剑林阁 看看有没有人与剑林有缘 若是没有 依然还是送回各自家族 说完 中年人看都不看这些少年一眼 拂袖而走 三天后 剑林阁内 包括王林在内的11个少年 均都面色苍白地站在一旁 王林身上的伤势已经痊愈 但心灵的伤口 却撕裂更大 振振钻心地痛 止不住地吞噬他的身心 这剑林测试 并非黑衣中年人主持 而是一个身穿白衣的陌生青年 不过毫无例外的 都是面色冰冷 望向他们的眼光 犹如看楼一般 无情 这是最后测试 能走进这房间者 何哥 青年言辞简短 脸上更是露出不耐烦之色 王林目光所及 是一处普通至极的房舍 房舍正中大门打开 向里望去 只见一把把长短不一的骨剑 摆放在内 少年们一个个按照顺序 向房间走去 第一个少年刚刚走进房屋武藏处 就面露挣扎之色 被一股无形的力道 推动退出几帐 不和哥 下一个 青年淡淡地说道 王林是第七个 之前的六人 全部都是在武藏处无法前进 他苦涩一笑 提起心底剩余不多的期望 向前走去 武藏处 轻松踏过 王林一呆 内心期望迅速攀升 口干舌燥 心脏狂跳 又继续踏出一帐 此时人未感觉任何不适 青年怡的一声 目光闪动 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面容微缓 说道 别犹豫 继续向里走 若是能走进房屋 获得剑林认同 哪怕你之前两次测试都不合格 也会被说为真正的弟子 其他十个少年 均都面露羡慕之色 这种羡慕之中 还藏有深深的嫉妒 王林内心紧张 父母期待的目光 再次用入脑海 又踏出一帐 此时距离大门 还有三帐 王林忐忑 再次踏出一步 就在此时 一股庞大的力道忽然出现 疯狂地涌向王林 他身体不受控制的飞快退后 一直到十多帐处 才停了下来 站在一旁的其余少年 均都掩路嘲讽之色 在他们看来 王林就应该和自己一样 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惨笑一声 王林内心撕裂的伤口更大了 父母期待的目光 渐渐从脑海中消散掉 青年神情又如之前般冰冷 淡淡说道 不合格 下一个 本章完 先逆 作者 尔根 第五章 回程 十一个人 最终没有一个合格 除了王林外 还有一个少女 也同样踏入到两丈处 但结果依然 当天测试完 众少年就被遣散到山下 被恒月派弟子一一送走 送王林回家族的 还是带他们来此地的那个张姓青年 在他的身边 跟着王卓与王浩 王卓师弟 恭喜你成为道须师叔的弟子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青年含笑 抱全道 王卓脸上露出不可一世的表情 傲然道 那是自然 师父已经说了 只待我这次回家处理完俗事 便传我修仙法术 王浩在一旁撇嘴 说道 我从小就看不上 你那副小人得知的表情 不就是有师父吗 算什么大不了的 小爷还会练丹呢 王卓轻蔑地看了眼王浩 没理会他 而是目光转动 望着一旁沉默不语的王林 轻笑道 铁柱 怎么样 之前我就和你说了 你没那块料 你和你爹都不信 现在知道结果了吧 王林抬头 淡淡地看了眼王卓 对横月派青年说道 尚先 我父母都在等我 还请您快些把我送回去吧 王卓看见王林居然不理会自己 再次冷笑道 土包子 这辈子就待在村子里 像你爹一样当木匠吧 青年脸中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了看眼前的三个少年 也没说话 袖子一卷 带着三人消失在横月派山门 回去的路上 刚风依旧 可王林的心绪 却是天地之别 来时期望 回时绝望 时间不长 王氏家族大宅子 目光可及 王林睁开双眼 远远望去 只见大宅子那人头怂恿 热闹似井 一桌桌档次 远远超过他爹前几日 招待亲戚的宴席 把整个大院子都铺满 王氏家族所有人 甚至连那些在外地采购木料的族人也都回来 齐聚一堂相互庆祝 功仇交错 稀来攘往 这次宴席的主角是三个人 王天水的大哥 王天水 以及他的三弟 在这三个人身边 所有的亲戚都相互上前庆祝 场面热闹非凡 他们眼中毫无例外 都是露出羡慕之色 口中更是阿谀奉承 尽挑好词 尤其是对王林的父亲 更是搓探不已 唏嘘往事 二哥 这次你家小子一定会被选中 以后你就不用干木匠活了 家里谁看见 你不得叫一声二爷啊 王林父亲的六弟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大声赞道 老二 当年我就看出你这辈子绝对不一般 怎么样 让我看对了吧 你这辈子应在铁柱身上了 铁柱成为仙人 你这当爹的 那可就了不得了 王天水的武叔 眯个小眼睛 坐在王林父亲身边 举杯鳄鱼说道 二哥 你家铁柱和我家小子 这次都能被选中 咱哥俩有十几年没见了 这次说什么 也要不醉不归 王浩的父亲 王天水的三弟 端着酒杯来到面前 一脸的笑意 大声说道 铁柱父亲 望着四周这些之前 瞧不起他的亲戚们 颇感扬眉吐气 风光无限 多年的阴郁一扫而空 不过却始终有一块大石压在心头 铁柱啊 一定要被选中 二嫂 你跟着我二哥 这辈子算是享福了 有了铁柱这孩子 以后咱们十里八村的 谁不认识你啊 就是 二嫂 你家娃可比我家小子有本事 铁柱这孩子从小就明聪 真是个好孩子 铁柱娘 咱们虽说是同族 但现今同族通婚得多了去 我家闺女也到了年纪 铁柱这孩子仪表堂堂 我从小就喜欢 不如咱们两家结个亲家 与铁柱父亲一样 铁柱母亲身边也围绕着一群女眷 相互热情地烙着乡间家常 铁柱的大哥冷眼望着这一切 内心暗道等着吧 等些人把孩子送回来 就知道结果了 到时候若是铁柱没被选中 看老二你如何收场 想到这里 他面上哈哈一笑 端起酒杯与身边夸奖 他家孩子的亲戚 映成了几句 场面沸沸扬扬 烦恼不已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长红 从天际划过 落在大院子中 露出四人 四周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的王氏族人都兢兢战战 不敢说话 横岳派青年目光一扫 暗自感叹 他当日被横岳派收为弟子时 家乡人也是这样庆祝 一时之间颇为感慨 回头深深地看了眼王林 他知道这少年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是成年人都无法承受的 大道无情 青年摇头 身体一动 架起见光离开此地 修道者不能有俗世牵挂 你们各自处理好 三天后 我再来接你们 远远地 传来他的声音 铁柱父亲的大哥 一看到仙人离开 立即走出激动地望着自己儿子 问道 道须上仙可收你为徒 王卓一脸自得之色 傲道 那是自然 师父说我十年内 将会成为横岳派弟子中的翘楚 王卓父亲大喜 重重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开怀道 好 王卓你以后就是仙人了 咱们王家 有仙人了 王浩的父亲 此时也是一脸焦急之色 盯着王浩 正要询问 王浩打了个哈欠 得意道 爹 不用问了 你儿子已经是横岳派弟子了 王浩父亲狂喜 拿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口 王卓目露轻蔑之色 阴阳怪调地说道 三叔 你生了个好儿子 把我们王家的脸都丢光了 当着所有人面 大拍仙人马屁 最后又送礼 这才勉强获得一个药童的资格 王浩眉毛一条 讥讽道 我乐意 怎么的 到时候看看谁的仙法厉害 就知道谁给王家丢脸了 铁柱的父亲一直望着自家娃 他从铁柱脸上看到一丝没落 内心一颤 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铁柱 你 你怎么样 铁柱他娘满怀期望地问道 本章完 仙秘 作者 耳根 第六章 事例 铁柱沉默 王浩在一旁讥讽道 这小子我早就说了 没那快料 现在可好 白白去丢人显眼 我是第一次测试 就被收去了 没看到 他后面几次测试 不过听说是三项测试没一个合格的 早听我的 都不如不去 我约莫四叔家的虎子 去都比他强 铁柱的四叔 眉头一皱 喝道 王浙 即便你成为仙人 也别在我面前放肆 我家虎子有没有那块料 该你屁事 没大没小的 王浙目中寒光一闪 冷笑几句没有说话 铁柱的父亲 一下子似乎苍老了十多岁 瘫坐在椅子上 铁柱母亲 也是正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 问道 铁柱 是真的吗 铁柱紧咬下唇 魂不在意鲜血流下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低声说道 爹 娘 铁柱没被仙人收入 对不起你们 我来生再报你们养育之恩 铁柱他娘察觉到自己孩子语气的绝望 立刻跑过去 把铁柱抱起 乌业道 玩 没事 不用难过 不就是没被仙人收入吗 等明年咱们去县里大考 也是一样 玩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想开点 你爹和娘 以后还指望你送终呢 铁柱他爹 此时也恢复过来 看着铁柱的神情 内心一阵 连忙过去抱着铁柱 焦急地说道 铁柱 你可别做傻事 一切有爹呢 听爹的话 咱回家好好读书 明年大考也是一样 四周的亲戚 一个个嘴脸变得极快 纷纷远离铁柱爹娘 脸上均露出看热闹的神态 闲言碎语 议论纷纷 铁柱这孩子 我之前就觉得不行 他怎么能和大哥家的王卓比啊 这次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铁柱父亲的六弟 嘲讽道 就是 早知道是这样 就别弄得好像真的被收入似的 多丢人啊 老二 你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怎么竟办些蠢事 难怪当初 你爹没把家产分给你 铁柱父亲的三叔 面露厌恶之色 讥讽道 要我说 这孩子从小聪明这事 十有八九是假的 估计是老二觉得自己 这辈子没啥出息 所以把自己娃娃一顿吹嘘 现在可好 被揭穿了吧 刚才坐在铁柱父亲身边的五叔 嘴脸立刻变幻 一改刚才阿鱼之色 三个娃娃去测试 就她一人失败 铁柱这孩子 是咱们王家最差的一个了 丢人啊 二嫂子 刚才我还说你和二哥在一起享福 现在一看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没那个福气 女圈中有人嘲讽道 可不是吗 前几天我还去他们村里看到铁柱了 当时我就寻思着 这孩子傻拉巴基的 怎么能和王卓和王浩那两个娃娃比 准成不了 铁柱的五叔嫂也换上嘴脸 讥讽起来 我早就看出铁柱这娃儿不行 你们看看他爹他娘 就那样还能生出个什么好娃子呢 咱们王家 也就大哥和老三家的孩子有出息 铁柱 呸 就这名字 看起来就傻里傻气的 女圈中另一人 也不甘落后嘲讽道 我刚才是瞎了眼了 还要把自己闺女往火坑里推 幸好这铁柱没被仙人收入 不然我闺女以后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铁柱她娘 亲家这事 咱就这么算了 你家娃娃既然当不成仙人 谁会把闺女许给她啊 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一时之间 几乎所有的亲戚 都一个个露出势力的嘴脸 各种恶毒的话语越来越严重 无情地打击着铁柱一家人 这一幕 与刚才的凤城相比 天地之差 更有甚者 干脆撕破脸皮 直接开口 就索要之前赠送的礼品 听得铁柱爹娘面无血色 王林握紧了拳头 内心的伤痛 更加剧烈 她仿佛有一种要死了的感觉 耳边传来的 竟是嘲讽的话语 王州的父亲 内心冷笑 漫不经心地说道 老二 之前我就说了 仙人收徒讲究缘分 要求很严格的 除非像我儿子 这样优秀 否则根本就没有半点机会 你可道好 还真当回事了 现在弄的孩子 都绝望地活不下去了 何必呢 铁柱的父亲忍无可忍 猛地回头 怒目而视 喝道 王天山 你给我住口 当年爹临终前 明明把家产留给我一份 你费尽苦心联系亲戚 抢走我那份 今天还在这里冷嘲热讽 你真当我王天水 没血性吗 还有你们这些亲戚 刚才鳄鱼奉承 现在冷嘲热讽 我家娃都这样了 你们还在那里落井下石 难道就没有一点人性吗 王天山语气一致 怒声道 以前的事提那么多干什么 你家娃娃本就不是那块料 我好心劝你 你非但不感谢 反而冲我发火 哼 上梁不正下梁歪 跌着怂样 儿子也好不到哪去 周围传来的不懈嘲笑 以及讥讽 落在呆呆 站在原地的亡灵耳中 恍如一根根利刺 狠狠地扎在心脏一般 他强忍内心撕裂的剧痛 冷眼看着一切 记住了每一个亲戚的嘴脸 你 我和你拼了 铁柱他爹抄起一旁板凳 就要冲上去 铁柱四叔连忙冲出 拦住后低声道 二哥 你别冲动 老大家中仆人很多 别吃亏了 有我呢 你看我的 说完 他瞪着王天山 说道 大哥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我老四听不下去了 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 如我二哥 别怪我不讲兄弟情分 王家虽大 但老四我这几年 结识的江湖朋友也不少 可别被一把火烧个干净 王天山懦懦了几句 内心对这个交友广泛的四弟 很是忌惮 老四 你这话就不对了 老两家的娃娃 本就不是那块料 我们说说 难道还错了 这娃不行 还不允许我们长辈说说 这可太没道理了 辈分最老的三组书 不满地说道 本章完 仙秘 作者 尔根 第七章 刘书 可不是嘛 四哥 你把名额给老二 我们是替你觉得不值 王卓那孩子刚才说的对 虎子一定比铁柱强 说不定真能被仙人收入 铁柱他爹的五弟 在一旁揭查道 王卓得意地一笑 添油加醋地说道 这一切都是他们一家人自找的 我和我爹之前就劝过 可没用啊 他们一家人都是驴脾气 倔啊 现在撞墙了 赖谁啊 王浩面露不忍之色 说道 铁柱他 没等他说完 王浩他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王浩语气一致 轻叹一声 不再插嘴 铁柱四叔暗叹 沉声道 谁在提此事 就是和我老四过不去 这事就这么结了 铁柱这孩子没被选中 只能说是没有福分 与其他无关 铁柱 你也别放在心里 实在不行 就跟四叔出去 嘿嘿 仙人门派 四叔说不上话 可若是江湖上的凡人门派 四叔讨个面子 还是可以的 到时你和你弟弟虎子一起去 我本就打算 把他送到江湖上的门派历练一番 王浩一听这话 立刻大笑 轻蔑地说道 铁柱 我看四叔说得行 你去吧 到时候就和人家说 你是被仙人淘汰下来的废物 说不定人家一听这话 立刻就收你了呢 王灵缓缓抬起头来 七妃的眸子 木然地在周围那些嘲讽的亲戚身上扫过 最终放在王浊身上 一字一字说道 王浊 你听好 我亡灵此生 绝对会踏入仙人门派 你和你爹对我们一家人的嘲讽 我会一一记在心头 王浊冷笑 正要讥讽 四叔眉头一皱 对王浊喝道 小兔崽子 你他妈在啰嗦 我现在就废了你 把你弄成白痴 我就不信 倒是仙人还会要你 王浊父亲面色大变 急忙上前把王浊拉在身后 急言吏嗣道 老四 你敢 四周的亲戚 全都面带冷笑 看着眼前的一幕 铁柱四叔哈哈大笑 目中寒光闪烁 低沉道 哦 大哥 你说我不敢 铁柱父亲 连忙上前拉住老四 急道 老四 听二哥的 你家里有老婆孩子 犯不上为二哥这样 你心意二哥 这辈子铭记在心 老四 你送我一程 我和你嫂子带铁柱回家 铁柱四叔盯着 王浊父亲 冷笑几声 随后深深地看了自己二哥一眼 点了点头 拉着铁柱 与铁柱父母 离开了大宅子 远远 王林耳边隐约 还能听到院子里 亲戚们的嘲讽之声 坐在四叔的马车中 一家人 踏上回家的路程 马车内一阵寂静 铁柱父亲内心感叹 说不失望那是假的 可铁柱毕竟是他儿子 他暗叹一声 开口道 铁柱 这算啥 没事 你爹当初被赶出家门的时候 比你还沮丧 后来不也一样坚持下来了吗 你听爹的 回家好好读书 明年大考 争取考个好成绩 若是不喜欢读书了 就和你四叔 出去散散心 铁柱娘爱怜地望着自己儿子 劝慰道 铁柱 你可别做傻事 娘只有你这一个孩子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娘也不想活了 玩 你要坚强啊 说着说着 他眼泪就流了下来 王林望着爹娘 点头说道 爹 娘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做傻事的 我有打算 你们不用操心了 铁柱那娘 把铁柱搂在怀里 低声道 铁柱啊 一切都过去了 咱不想这事了 母亲温暖的怀抱 让王林心灵的伤口 渐渐有了愈合的迹象 王林这几天太累了 心力憔悴 疲惫不堪 随着马车的跌宕起伏 他渐渐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成为了仙人 带着父母 在天空上飞来飞去 深夜 铁柱醒了 他看着四周熟悉的小屋 轻叹一声 目光闪动 内心的打算更加坚定 出了小屋 他向爹梁的房间 深深地望了一眼 拿起纸笔 留下一封书信 揣着足够的干粮 离开了家门 求仙之路 我不会放弃 红月派 我一定要再去尝试一下 即便还是不收 也一定要打听到 其他仙人门派所在位置 王林目光坚定 背着包裹 离开了山村 向外走去 此时月光铺路 心狠指向 把王林的背影 拉着很长 很长 三天后 王林行走在偏僻的山路上 他当日被张姓青年 夹在夜下 睁开眼睛的一刻 隐约看到大致的方向 一直向东 王林不顾杂草 割破双腿 坚持不懈的前行 一周后 他已经彻底 走进了深山内 好在此地 吃人的野兽不多 王林一路上 小心翼翼 终于在这天的清晨 站在一座孤山顶端 远远地看到了 那熟悉的 被云雾缭绕的山峰 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 坐在山顶拿出干粮 啃了几口 望着横跃派的山门 他目光坚定 就在这时 一阵野兽的喘息声 从身后传来 王林全身汗毛乍现 回头一看 顿时面色苍白 一只硕大的白虎 瞪着血红的双眼 目露森森寒意 嘴角更是流下咸水 落在地上 发出啪哒 啪哒的声音 吼叫一声 白虎扑出 王林苦涩一笑 毫不犹豫 从一旁悬崖跳下 下落的刚风吹面 王林脑海中 经不住回想起父母的目光 以及亲戚嘲讽的话语 爹 娘 铁柱不孝 永别了 横生在悬崖壁上的树枝 交错杂乱 王林的身体 以极快的速度下落 杂质从上而下 陆续折断 就在他坠到悬崖中部的瞬间 忽然一股庞大的吸扯力 突然出现 王林身不由己地 被这吸力一扯 拽入悬崖壁风的一处洞穴内 紧紧地贴在洞穴内的墙壁上 王林昏沉间 只感觉身体仿佛处于风口般 疯狂地被向后吸扯 许久之后 这吸力才渐渐消失 他的身体从墙壁上摔下 缓了半天神 他才挣扎地爬起 全身衣服被树枝刮成布条 身体上更是伤痕累累 尤其是右臂 胀痛不止 肿起老高 钻心的疼痛 如潮水般一波波涌来 痘大的汗珠哗哗流下 他一摸 分不清骨头是否断裂 但显然这伤势 是刚才撞击墙壁时造成的 本章完 仙妮 作者 耳根 第八章 石珠 他面色苍白 咬牙站起 打量四周 发现这里是一处不大的天然洞穴 阳光顺着洞穴口照入 遍地都是鸟兽的尸骨 在他身后的墙壁上 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 里面黑漆漆的 看不出有多深 他略意分析 隐约得到一个答案 刚才那突然出现的吸扯力 显然就是从这小洞内传出 地面上的禽类尸骨 应该是与他一样 被吸进来摔死的 这犀利 应该是不定时的出现 恰好他摔落的一刻突然涌现 这才救了他一命 王林强忍右臂疼痛 正要向洞外走去 忽然地面上的尸骨无风自动 向后涌去 王林二话不说 急忙滚到一旁角落 在这一瞬间 难以想象的庞大吸力 从墙壁的小洞内出现 地面的鸟兽尸骨哗啦啦的作响 不断地被吸入小洞内 有的骨头面积较大 仿佛被生生地粘在墙壁上一样 堵住了小洞 尽管如此 但吸力仍然剧烈 此时一只飞鸟 从外面的洞穴口被吸入 以极快的速度 啪的一声撞在墙壁上 鲜血似箭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吸力消失 王林惊骇地望着地上的飞鸟尸体 没有动弹身体 而是静静地坐在原地 心里计算时间 半个时辰后 吸力再次出现 如此循环往返数次 王林掌握了规律 这奇怪的吸力持续时间一个时辰 每次停止后过半个时辰 再出现一次 趁着一次吸力消失 王林连忙忍痛 来到洞穴口 向下一望不由苦笑 下面是一片丛林 隐约可见地面怪石蒸绒 悬崖极其陡峭 他现在手臂受伤 根本无法攀爬 距离悬崖底 大约有几十丈深 若是跳下 定会摔死 身上装有粮食的包裹 也放在了山顶 并未拿下 现在食物是 唯一要解决的事情 王林沉吟少许 计算着吸力降制 连忙退回洞穴 贴着墙角坐下 一天的时间飞快过去 天色渐黑 王林清晰地感觉到 身体正缓缓虚弱 手臂已经彻底麻木 没有知觉 思来想去 他苦笑自语道 困在这里 就是死路一条 可跳崖更是绝无活路 哎 他望着不远处 墙角飞鸟 血肉模糊的尸体 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走过去捡起 放在嘴边 一股心骚的味道扑面来 王林轻叹一声 二话不说 放在嘴里大口的 啃食生肉 他几乎没有咀嚼 直接吞下 胃部收缩 翻滚涌起 阵阵暖流 狼吞虎咽般 很快便把飞鸟吃了一半 阵阵作呕的感觉 止不住地上涌 王林连忙站起身 大口地呼吸口气 这才压了下去 顺手把吃剩的鸟狮 扔在一边 王林靠着墙壁坐下 脑子里思绪万千 一会想到父母 一会想到四叔 一会想到亲戚嘲讽的嘴脸 一会想到 横跃派黑衣中年人无情的目光 神情恍惚间 忽然他直勾勾地盯着身旁吃了一半的鸟狮 眼都不眨一下抓过来仔细一看 只见在半截鸟狮中 有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红色珠子 王林把这珠子抠出 心里大感惊讶 这飞鸟身体内 怎么会有珠子 他内心怦然心动 想到在村子教书先生那里 曾经看到一本叫做《山海经》的神话杂文 其内介绍很多动物 若是活得年岁多了 身体内会形成一种叫做内丹的宝贝 这宝贝若人吃了 可力大无穷 延年益寿 甚至连断枝都可复生 当时他看到这描述时 还颇为不幸 暗自耻笑 可现在 他连仙人都见到了 内心对于《山海经》上的一些神话传说 不由地信了几分 王林心脏狂跳 若这珠子 真是《山海经》上描述的内丹 那若是吃了 岂不是伤势立刻痊愈 离开这里 更是轻而易举 甚至败入仙人门派 都应该问题不大 至少在毅力测试上 一定会让自己合格 可这珠子 手感硬邦邦的 不似可食之物 他眉间紧锁 用身上衣服不调 把其擦拭干净 恢复了本色 这是一个灰色的石珠 上面刻画着五朵白云 看起来颇巨年代 王林大感失望 不死心地用牙咬了一下 最后摸着石珠 苦笑自语道 铁柱 你太痴心妄想了 这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随便摔死在面前的飞鸟 就有内单 叹了口气 此时外面天色已黑 带着深深的眷意 他缩在角落渐渐睡下 石珠被他随意地 放在一旁的兽骨边上 此时已是秋季 大地散热很快 尤其是山间 更是如此 丝丝凉意不断地涌入王林身体 睡梦中 他紧紧抱着身子 一夜的时间很快过去 第二天一早 日出的阳光从洞外飘来 照射在洞穴内 一丝丝亮晶晶的露水 从王林身旁的石珠上密出 随着露水渐多 慢慢地流到兽骨上 不大一会 王林苏醒 手臂依然肿胀 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 反而越来越严重 王林坐在地上 内心惆怅 难道自己这辈子 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他喃喃自语 目光一转 忽然发现 身边瘦骨上有露水 正觉口渴 于是小心翼翼地拿起瘦骨 把上面积累的露珠 放在嘴边舔湿干净 这露水甜滋滋的颇为喝好 他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喝下后 全身暖洋洋的极为舒服 尤其是手臂受伤处 更是传来一阵阵症酸痒的感觉 腹肿居然略消 王林揉了揉眼睛 仔细一看 立刻惊喜地发现 手臂的确有些消肿 他凝神一想 立刻寻找身边其他的瘦骨 可惜没有一块上面有露水 正疑惑间 忽然他把目光放在一旁的石珠 凝神注视 在上面看到一滴滴细微的露水 他回忆 刚才有露水的瘦骨 正是紧挨着石珠 他轻轻拿起石珠 心脏止不住快速跳动 犹豫一下 二话不说 放在手臂上滚动 把上面的露水 均匀得到涂抹在肿胀位置 一丝丝清凉的感觉从手臂传来 王林眼都不眨一下 盯着手臂 许久之后 他眼露喜色 手臂的肿胀神奇地消散 他略一挥动 尽管还是略有疼痛 但已无大碍 这石珠一定是个宝贝 王林惊喜不已 本章完 仙逆 作者 耳根 第九章 下牙 接下来的几天 他饿了 就已被吸入此地撞死的飞鸟为食 每日大部分时间 都在仔细观察石珠 每次都是用上面出现的露水擦拭手臂 渐渐的手臂完全恢复如初 对于这露水 他极为在意 用一个飞鸟的头骨 积累了不少 这一日 他把多日积累的露水 均匀地淋洒在一块衣服条上 珍重地 把石珠包在旗内 挂在脖子上拽了几下 确定不会掉落后 趁着犀利的间歇时间来到洞口 狠狠一咬牙 把身上大部分衣物都撕下 拴在一起 一边固定在旁位的石块 一边绑在腰上 小心翼翼地向下爬去 大约下了有五六丈 忽然手中一滑 他的身体迅速下落 好在衣服略微吃力 他身子一荡 飞快抓在一颗横生处的枝干 此时 衣服条从中间崩裂 拴在他腰上的那截 晃晃悠悠地 在半空中回荡 王林额头冷汗冒出 向下一望 大约还有二十丈高 他一只手抓住树枝 另一只手迅速抓起衣服条 艰难地捆绑在树枝上 这才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 许久之后 终于再次临近悬崖壁 继续向下爬去 一直到距离崖底树杖时 他的衣服条 已经用到极限 王林不假思索 迅速向下一跳 衣服条承受不住重量 再次崩裂 不过也略微缓解了一下 王林下落的速度 刚风扑面 又是一连串的枝干折断 在落地的一瞬间 他艰难地控制身体 脚尖手先着地 身子借着前冲的巨大推力 包成一团在地上一滚 地面的石头 仿佛一把把尖刀 纷纷刺进他身子内 隔开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 尤其是右腿 更是被一根尖利的石块刺重 从伤口可见森森白骨 王林呼吸急促 眼神涣散 他艰难 从脖子上 把包着石柱的布条含在嘴里 舌头吸引 淋洒在上面的湿润露水 过了一会儿 他挣扎地坐起 双手颤抖地解开布条 对着右腿伤口使劲一拧 树地液体落下 伤口处传来阵阵凉意 做完这一切 他虚弱地倒在地上 暗自祈祷在自己恢复前 不要有什么野兽过来 就在这时 忽然从远处 传来一阵呼喊声 铁柱 你在哪 王林一正 仔细一听 这居然是 他爹的声音 来不及思考 他立刻用全身力气喊道 爹 我在这 一道长虹迅速从远处划来 在王林上方的悬崖 徘徊一圈后 迅雷不及掩尔快速落下 见光消散后 恒月派张姓弟子 夜下夹着铁柱他爹 皱着眉头望向王林 铁柱他爹看到自己儿子 立即老泪纵横 跑到王林身边抱住他 哭道 铁柱啊 你这是何苦 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死了 爹娘该怎么活啊 王林一正 略意琢磨 明白爹是误会 自己要自杀 再一看身上的伤口 以及狼狈的样子 不由得苦笑起来 张姓弟子 眼神一扫王林 抬头看了看上方 发现了衣服不条 身子一动跃起 几个起落间 就攀岩到洞穴处 此时犀利突然出现 他面色一惊 但立刻就恢复如常 也不在意那犀利 在里面扫看一番 轻轻落下 低沉道 你家孩子是想自杀 结果被这天然形成的 风眼吸扯 这才没有摔死 现在王林已经找到 等回到门派 此事由长老定夺 说完 他袖子一卷 抓起王林父子二人 飞快离开此地 不大一会 就来到横岳派山峰下 顺着时节 轻而易举地登上顶端 就地重回 王林心情复杂 山顶上站立数人 均都面带厌恶之色 张姓弟子连忙上前 在其中一人耳边 说了几句 那人眉头紧皱 冷声道 人既然找回来了 就送到客房 与他母亲相见吧 在客房内 王林的母亲 看到自己儿子 立刻泪流满面 抱住他污液埋怨 经过父母的口述 王林这才知道 事情的原委 他离家出走后 父母立刻回到王氏家族 找到他四叔 三人担心他的安危 找到王卓的父亲 碍于他四叔的强硬 王卓父亲不情愿地 联系家族所有亲戚 联名上访横岳派 恳求帮助寻找 横岳派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事情 本不想理会 可王林毕竟是因为 没被收取而离家 若是真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虽说不在意 一个凡人的生死 但这是若宣扬出去 周围所有村民口口言传 恐怕以后没有多少父母 会让孩子来测试 考虑再三 他们派出几人 在附近寻找 王林的父亲不放心 就跟了过去 这才有了之前的一幕 没过多久 有人送来汤药 铁柱他娘连忙道谢 细心地 喂在王林嘴里 这要不愧是仙人门派制作 效果极好 喝下后 王林感觉身体一下子 便恢复了不少 伤口疼痛也缓和许多 爹娘关心的话语 不断传入王林的耳内 他本想解释 但一琢磨 爹娘未必会相信 此时此刻 在横月派大殿内 几个门内长老坐在一旁 听张姓男子诉说 找到王林的过程 许久后 一个红面老者一拍桌子 不满道 凡人的生死 与我等修道之人何干 看看赵国的修真门派 有哪个像我们这样不成体统 为了一个没被选中闹自杀的娃娃 居然还派人去寻找 真是丢人啊 旁边一个面色冰冷的中年人 暗叹一声 沉声道 马长老说得极对 放眼赵国各派 就输我们横月最不像话了 可那孩子 若真死在我们横月派附近 这事情定然会影响日后的弟子收取 到时候 人家父母一想到孩子没被收取 就可能会抱着寻死的念头 那还敢把孩子送来 一个锦袍老者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紧不慢地说道 其实说白了 还不是因为我们横月派没落了 需要从凡人中 选取大量的适合修宪的弟子吗 嘿嘿 若是放在五百年前 管他死活 我们也不用理会凡人的想法 最后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 叹息一声 缓缓说道 这少年能自杀一次 很可能还会自杀第二次 罢了 为了省得以后麻烦 就破例收他做记名弟子吧 说完 他斜眼看了眼中年人 闭上双眼不再说话 本章完 仙妮 作者 尔根 第十章 入门 红面老者眉头一皱 不满道 李长老 我们横月派 难道真要下践到如此地步 为了一个凡人的生死 全破例 李长老睁开双眼 声音见额 说道 马长老 掌门说了 这是交给我等全权负责 若出力不好 这废物小子 真自杀第二次 到时 他父母宣扬出去 说我们横月派 逼死他家孩子 这难堪的事情 难道就不下践 你可以负责 若你负责 这是我就不管了 中年人连忙打圆场 说道 好了 我们不要为了这点小事争吵 这样 就先把他收为寄名弟子 等过了十年八年的 他修仙不成再送回去 如此一来 也就没有日后的麻烦 岂不是妙灾 锦袍老者在一旁忽然说道 若其他没被收取的孩子也效仿 我们该怎么办 中年人轻笑 说道 这也好办 经过这次事情 我们也算有了教训 以后所有测试不合格的孩子 都一一用化神术点拨一番 种下不要轻生的念头 不就得了 至于这亡灵 既然已经闹到如此 干脆就收了吧 反正一个寄名弟子 也无关大雅 除了李长老外 其余两个长老 都用大有深意的目光 看了眼中年人 不再言语 中年人面带微笑 内心暗道 王林啊王林 能帮的我都帮了 你四叔给我的那块金铁 我可就确之不公了 我倒是很奇怪 一个凡人 居然能弄到这等材料 中年不知道 那块金铁 是王林四叔一次 偶然间从一铁匠那里买来 他见多识广 一眼就看出不凡 这次为了能让铁柱 加入横跃派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拿出 至于这宝贝的作用 他并不知晓 一块金铁 改变了王林的命运 当这个消息传到他耳中时 王林都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 被收为寄名弟子 两天后 他把父母送下横跃派 望着父母兴奋的表情 王林内心也颇为喜悦 暗自决定踏踏实实地在这里休闲 不过这样的想法 在他父母下山后 改变了 王林被叫到一处专门安排 寄名弟子工作的房屋 一个长相贼眉鼠眼的黄衣青年 面带轻蔑之色 上下打亮了他一番 嘲笑道 你就是那个靠自杀 才成为寄名弟子的王林 王林看了他一眼 沉默不语 青年眉毛一挑 冷笑道 小子 从明天开始 每日太阳一出 就到我这里来报道 你的工作就是挑水 不足十大缸 就没有饭吃 若是连续七天一直不行 我会禀告长老 将你逐出横跃派 这是你的衣服 记住了 寄名弟子 只能穿灰衣 只有成为真正的弟子 才会分发其他颜色的衣服 说完 他不耐烦地把一套衣服 以及腰牌扔在一旁 闭目养身 不再理会对方 王林拿起衣服 问道 我住哪里 青年眼都没正 漫不经心地说道 向北走 自然会看到一排平屋 把腰牌给那里的弟子 就给你安排房间了 王林记在心里 转身向北走去 带他走后 青年睁开眼睛 蔑视地自语道 居然靠自杀才加入进来 真是废物一个 走在横跃派内 王林一路上看到的 大部分弟子都是身穿灰衣 一个个形色匆匆 面色冷淡 有一些手中还拿着干活的工具 神情略显疲惫 一直向北走了许久 终于看到一排矮矮的乌射 这里灰衣弟子要比别处多了不守 但依然还是个形其事 彼此很少交谈 把腰牌交给负责此地的黄衣弟子后 对方话都没说一句 不耐烦地指了一处乌射 王林也习惯了这里人人冷淡的表情 走到乌射 推门进去一看 房间不大 两张木床 一张桌子 打扫得很干净 新旧程度和家里差不多 他选了一个看起来无人使用的木床 把行李放好 这才躺在床上 心里思绪万千 这横跃派虽说终于进来了 可却并非如他想象那样 可以修炼仙术 听之前那个黄衣青年的意思 自己的工作是挑水 想到这里 他轻叹一声 摸了摸怀中 用绳子绑在胸前的石珠 这个东西 可是他极为在意的宝贝 王林读书多 知道很多典故 其中就包括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事情 他暗下决心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有这个宝贝 时间不长 夜幕降临 一个身体瘦弱的灰衣少年 带着一脸疲惫的神情 推开房门走近 他看到王林后一正 仔细地打量一番 便不再理会 直接躺在床上 昏睡过去 王林也不在意 他知道明天要起早 摸了摸肚子 从包裹里拿出一些干薯 这些食物是他父母带来的 准备路上寻找他食吃 找到王林后见他 被收入横跃派 于是便把剩余的干薯 都给他留下 干薯很甜 王林吃了几口 这时躺在对面的少年身子一动 起身直勾勾地盯着干薯 吞了几口唾沫 低声道 给我一块行吗 王林立刻拿出几块 扔到对方床上 笑道 我这里有很多 你喜欢吃 就多吃点 少年立即抓起 狼吞虎咽地吞到肚子里 随后连忙跑到桌子旁 倒了杯水 一口喝干 叹道 他妈的 小爷 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哥们 谢谢了 对了 你叫什么 王林爆出姓名 少年一听 顿时愕然 失声道 你就是王林啊 那个靠自杀才进入横月派的废 说到这里 他自觉好然 低笑道 哥们 我叫张虎 说心里话 现在派内几乎没有不知道你的 你也别怪我刚才那么说 其实我听佩服你的 居然能用这样的方法进来 王林苦笑 也不辩解 又递过去几块干薯 张虎连忙接过 吃了几口后 不好意思地说道 王林 你还是自己留点吧 你是新来的 不知道杂物处的黄鼠狼 一肚子坏水 等你明天干活就知道了 他妈的 他简直就不拿 我们这些基民弟子当人看 本章完